单元测试是什么 咱们上午也说过 开发自己给自己的代码写测试 咱们公司会有测试的同事 测试的同事他是做什么的 更多的是功能测试 我整个项目点点点或者是哪些业务流程是不是ok的 这是功能测试 咱们说的单元测试通常都是开发自己给自己的代码写测试 在各位语言中在别的语言里面 你们写别的语言写过测试吗 单元测试吗 没有是吧 Python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库 什么unitest等等等等这些库 在Go语言里面它原生支持的什么呢 就是如何写单元测试 在这里面 Go语言里面一个叫GoTest这样一个命令 它这里面是一整套的 一整套的 边写测试代码和边写普通的Go语言的代码 它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单元测试是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都有什么要求呢 第一个 所有的单元测试 在购物语言里面都是以下滑线test点购结尾的 能理解吧 这个结尾的 它为后缀的一些个代码 然后呢 它呢 不会在gobuild的时候 我gobuild的时候 不会去编译这些测试文件 能理解吧 就是我专门跑一些测试的 关于所有的以下滑线test的开头 结尾的这些文件 都大概里面有三种 一种是什么呢 叫咱们说的什么 叫单元测试的一些数据 也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它的函数的名前缀是大写的test 是什么单元测试的 它用来做做什么呢 用来检测程序的一些逻辑行为是否正确 就是判断你这代码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你写了一个拼接两个字不帅的这样一个程序 它就教验一下拼接字不帅 成不成功 能理解吧 后面还有个基准测试 基准测试什么呢 它的前缀叫奔驰马卡 做了测你的性能的 执行时间是多少 消耗每次都申请多少内存 做了多少次内存申请 是这种 再往后就是示例函数 咱们刚才看的这个文档 里面是不是有个一个涨口 对吧 这里面一个example 其实就是人家写的这个文档 写的这个测试文档里面 它就能够自动的拉出 拉取出来那些什么呢 那个代言测试 测试代码里面的example 就是示例函数 就是这些代码 其实都是从它的什么代码里面直接拉出来的 你会发现很多构言第三方库 它写的特别特别的完善 然后人家那个文档就自动的能生成的 自动生成文档 咱们接下来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习什么呢 就写最关键的这个测试函数 就是我们说的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怎么写的呢 非常简单 就是它的函数 所有的函数 单元测试函数 都必须要以大写的test开头 然后后面跟上咱们 你那个函数名叫什么 它就是test什么 它的参数必须叫t t testing这个包里面的大T指针 必须是这个 那这就完了 比如说你写了一个add这个函数 你要测这个add函数怎么办 就testadd 去测试 能理解吧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你先看这个理论 它都有哪些东西 有什么规则 待会我们自己手写一个 就有印象了 如果你要测试一个sum 是不是就testsum 对吧 它的函数名是要这种规则 第一个 文件名必须是什么结尾的 第二个 函数名必须以什么开头的 第三个 函数必须有一个参数 叫这个 叫这些规则 那真正怎么写呢 它这里面有这么多方法 这么多方法 比如说有什么error方法 一看就是什么 你这个测试用力跑失败了 对不对 跑失败了是不是要打一个错误出来 调用t.error 这个方法 这什么errorf 也是失败了 做什么事情 这个fail也是结束了 fail now 现在就结束 fail的失败了 fatal 更严重的错误等等 log name 各种各样的方法 都有 有什么用呢 咱们接下来 接下来就看了 就看 假设呢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在上课讲的例子 都以一个什么呢 我们要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切割字符拽的这样一个功能 好吧 假设我们要写成这样一个功能 那我们怎么写 啊 我们写一个啊 在这里面写一个叫Split Split 可以吧 这个库 写个Split Split吧 改下面吧 我在这里面写个 写个Split吧 点够 我说要写一个包 让别人来调用 对吧 我这个包里面的功能都是干什么呢 它这个东西用上滑线是不太好啊 对吧 把它改一下 改一下啊 就这个 就这个 哎呀 嗯 我们的功能叫叫什么呢 叫切割 切割字符串 切割字符串 好 我们这个这个包里面就提供一个方法 好吧 你这个方法要对外可见 你得干什么 你是不是得手字那么大写啊 Split 可以吧 可以吧 这个Split里面做什么事情呢 我就要接收一个参数 接收的是什么参数呢 就是S 它是一个Street类型的参数 可以吧 它返回值呢 是返回的是一个Street类型的slice 可以吧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一个担保 我给你传一个什么呢 传一个ABC 可以吧 然后呢 我告诉你按照什么呢 B去分割 你说它能够返回值是什么 是不是A 一个切割下面 第一个元素是A 第二个元素是C 就做这个 对吧 那个参数 立马就出现了问题 这个参数应该干什么呢 这个S 一个Street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是一个SEP吧 用什么去分割 可以吧 可以吧 能理解吧 我用SEP 说去切割这个什么 STR 能理解吧 怎么写 Street 定色 点 你能不用这个内置的 咱们自己来写 怎么办 那我为什么包装这个函数 我自己直接调用Street 我现在就抛去内置的 我要自己实现一个功能 你在公司里面写代码 就要自己实现这个功能 怎么办 转换成字符循环 它本来就是字符串 转换成字符 转换成字符 这个题 就卡住了 直接切片是吧 怎么切 我一直给我包装那个 老头那个应该是 可以把我包装的 你直接包装到前后 你直接说代码吧 你们派个代表说代码吧 你们派个代表说代码吧 你派个代表说代码吧 告得路 别走神 你说 你给王爷 你就说我怎么写代码吧 只会做字路 只会做字路 来来来来 我能不能我现在 我现在能不能从这个字符串里 就ABC吧 好吧 从ABC里面是干什么 我是不是要去按照B去分割 我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比如说这个STR它是几 是不是一个ABC这个字符串 对吧 它那个SEP 它是什么 这个B 现在要干什么呢 是不是相当于我要从这个STR里面去找B 然后把它前面再干什么 加到那个slice里面 然后这个B是不是就逃出了 再干什么 把这个C是不是加进去 怎么写 说认诀 什么认诀 什么认诀 冒号等于 认诀 STR 然后呢 RUNE RUNE这种 这样 这么算不是一样的认诀吗 不一样的吗 可以把它严谨 然后呢 EF I 等一等一个 找上 RUNE 是吧 这个SEP 这个SEP 这样 然后呢 等一它数就没有过了 container 好 然后呢 剩下的吗 剩下的吗 你让说完那个 什么呀 SEP 把那个I表现的SEP 加加 这样 加加 前面应该定一个接的 定一个接的 S X TEM 4G那些呢 然后呢 TEM TEM 加等于吧 这个 好 然后呢 这怎么就错了 这怎么就错了 可以错了 啊 不能把这个 不能把这个 这个SEP 所以 是所以 不能把SEP 转机转向上 入你那些 不就有问题了 怎么弄 那就是前面切片 然后取平一个 你在猜呢 我不等你 我自己说吧 好吧 哎呀 今天又凉了一截 这个IET 慢慢说一个 它是不是一个Street 对吧 然后呢 我make一下 或者就这么吧 我直接往里面追加吧 可以吧 然后呢 我干什么 我能不能拿到它的那个 那个SEP 在这个STR里面的索引 Street 是吧 index 但是我没有用它那个 Split的那个方法 对吧 我拿到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STR 对吧 SEP在这里面的索引 它索引之后 是返回的是个什么东西 是一个int类型的值 这个int类型的值 有什么特点 什么特点 就拿我现在说这个B在这里面 索引是几 1 你不是1吗 01开头吗 01 对吧 那我是不是把这个索引前面的 追加到你的这个slice里面 把索引后面的 追加到你slice里面 对吧 那我就干什么呢 就是这个index 冒号等于它 然后呢 for这个什么呢 index大于0 你是不是一直做这个操作 做什么操作 是不是就追加了 对吧 这就是那个ret等一个open的 ret 我把谁追加进去 是把一个字符串 是不是一个子串 不是这个a 这个字符串 追加进去 怎么写 str 不从开始切到哪里 切到这个index 不就这个意思 最后呢 要干什么呢 是不是要去修改这个str 对吧 我把这个str再复制一下 等一个str再切 index 加1 再往后切 就这样的吧 这个不太理解是吧 那我再来一个 D E F B B 对吧 后来就这个 D 然后来看看 我第一次index是几 1 1 1的话 那其实它最后分出来的时候 应该这个slice里面有哪几部分 第一部分是a 对吧 这个没问题吧 后面的那个 B 是不是不要 C D E F 是不是这样子 我的slice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把这个字符串按照b去分割 这个分割 前面一截后面一截 那我现在去干什么呢 拿到一个slice 等着去接收这个结果 然后呢 我拿到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b 在这个字符串里面的那个位置 那个锁引 什么拿到这个index 只要这个index干什么 大于零 什么时候小于零 没有 没有的时候 反复-1嘛 反复-1就表示这个 我这个子符里面没有它 怎么办 先别着急说那个 那我这个index大于零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当于就一直往下走 对吧 那此时此刻先执行它 再拿到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呢 是不是我就把这前面这一截 是不是 我这不是一个切片吧 把这前面这一截这个元素 就是a这个字符串 干什么 追加到这个ret里面了 这个没问题吧 然后呢 我把这个字符串是不是要改一下 改一下之后呢 我是不是再得算一下 对吧 再得算一下这个index 对吧 虽然此时此刻它已经没有用了 对吧 字符串里面就没有在这个了 等一个 是吧 还等于这一句 可以吧 那比如说什么呢 我把这个d换成b 这样的话 它总共怎么走了 第一回 b是不是反过一个1 对 index现在是1吧 1大于零吧 大于零之后 是不是走这一段 走这段代码之后呢 我把这个1这个锁引前面那一截 也就是把这个a 是不是就压到了我的这个切片里面 然后呢 我把这个str 是不是换成什么呢 是换成这一截了 换成这一截 对不对 换成这一截之后怎么办呢 我这个index 是不是再求一下 我在这个字符串里面 那个b 是不是在哪个位置 是不是又是1 又是1之后怎么办 是不是又大于零 是不是 大于零之后呢 是不是又干什么 是不是又走这一局 又把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字符串里面 再去切 把这个c是不是又切进去 嗯 那么也吧 最后干什么 是不是返回 什么 你如果b在第1个的话 b在第1个的话 b在第1个的话 获得大于零 wel 因为第1个的话 他后面还要追加多 своихCTOR 等一下 不要别着急 b放到第1个的话 那这个index 他就不满足这个分值 直接返回了空 可以吧 试一下 怎么试 少一部分 少一部分 放进去了 这不放进去了 完了 今天我说这个东西 我特意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写完之后 写完之后咱们就开始可以讲测试了 是吧 行行行咱们演示一下 正常来说 你信心满满的在公司里面 把这一个功能写完了 你怎么办 你通常怎么办 我再写一个 写个02 好吧 xx.go 就是 test split 可以吧 这是我随便写了一个 正常来说 你开发了这么一个模块之后 你是相当于单独写一个 它不像脚本语言 下面你写个命 是吧 就可以运行了 咱们这是什么 不够了 是吧 你这里一个包名已经规定了你是什么 是一个包名 这个包名 对不对 怎么办 是不相当于我得只能用另外一个包 是吧 我建一个面函数 就是编成一个可知性的函数 我在这个可知性的函数里面干什么 是不去写一个测试 对吧 这个测试 这里面在干什么 是不是导入那个包 叫Split 点 Split String 是吧 点 Split 能自动导入吗 可以是吧 导入进来了 导入这个包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什么来着 同学不信 A 扫扫扫扫 不要为难自己 不这个 这个是吧 然后我要是不是按照B切割 对吧 是没问题吧 拿到这个结果 我用个pn台f吧 打得更清楚一点 百分号 警号v -n R1 可以吧 咱们你通常是不是就这么写例子 测一下 来看看 在中端中打开 看看对不对 前面这个是没有了是吧 然后应该是个 A C 是不是EF没有进去 对吧 还是有问题的 看看哪里有问题 我让你们弄的我也不会写 这个 在这个地方是吧 对 对 因为最后你如果说这个B已经不在这里面的话 那我剩下的应该也要追加进去了 对吧 行 RIT 等一个open的 RIT 把剩下的那边是吧 把这个str再放进去 这样就对了吧 对了 好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这个代码 我就直接勾转吧 勾转吧 是不是对了 前面是个空 然后AECEF 这个没问题吧 你这个B前面没有吗 不就空吗 怎么把空去 对吧 怎么把空去 那你就判断吧 往里面追加的时候判断一下 如果是空去不就去掉 对吧 哎呀我看我这怎么写的之前 就这么写的吗 就这么写的是吧 就这么写的 行行行 那比如说我们再写几个 你测了一个可能不太准 怎么办 我再写一个 还得再这样 对吧 再写一个 R1T2 是吧 然后在这边打个2 我在这边换一个别的 叫什么呢 BBB 可以吧 是不是你还得再写一个 你写一个肯定测的不是特别完整 是吧 你得各种情况都考虑到 你就无限制这么写 把这边写上 B CB 可以吧 各种各种各样去写吧 或者一个没有的 好吧 打一个没有B的 可以吧 他经常来说返回是什么东西 你也不知道 对吧 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到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什么呢 第二个没问题吧 这个没问题吧 就相当于我这里面是相当闭格了这些空吧 这个没问题 但是这样写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 你的代码最后提交的时候 给别人的时候 是什么 是不是只有一个这个Split点购 对吧 只有这一个文件 他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就是你开发的时候 你去做测试的时候 你这些测试的代码 虽然你是做了测试 但是没有留下来 对不对 或者什么呢 当时你把这个代码推上去之后 你的发现有问题了 你这个说你的这个这个函数有问题 你需要这个功能函数有问题 要需要修改 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再过来 拿到这段代码去改 改完了之后 你还要测吧 但是此时此刻 你原来写的那些测试 都已经找不到了 对不对 就已经不知道 随着时间的留意 他跑到哪去了 你又得重新写一套 这就是我们单元测试的场景 有了单元测试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单元测试的代码 就和我的什么 原文件代码就放到一块 我在这里就建一个文件 叫什么文件来着 它那个文件名上有规定 必须是什么呢 是不是 -test.go 结尾的 前面写什么呢 你测试的是哪个文件 你就写哪个文件 就在split 可以吧 这样的话 他们是放到一个包里面 放到一个包里面 这个包 这个包名还叫这个 可以吧 还叫这个 你看出来之后 它立马就有了什么 编译器都给你提示 咱们现在不要管 我们就开始写测试 测试的函数又有要求了 是不大写的 test 对吧 然后写上测试的是谁 st t 然后在这里面写上什么 t 是吧 它是一个星 testing.t 它就比较固定的这一套 那我在这个函数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写测试用力了 怎么写 是不是就是把我们刚才 这些面函数这些 是不是给它干什么 放进去就可以了 对吧 那怎么放 来看看啊 经常来说写法怎么写的 那我在这里面就可以 这里面会有个gout 会有个want 就是gout是什么意思呢 gout就是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对吧 我获得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want呢 我期望正确的结果是什么 对吧 是不是有一段 你执行这段代码的一个结果 得到一个结构 和我正常来说 应该一个结果是什么 包括有这样一个 比如说你 咱们用这个abc abc 我用冒号去分割 他说期望得到一个结果是这么东西 对吧 然后他就判断这个 你运行这个函数 拿到的结果 和我一个期望的结果 它是不是相等 是相等就表示这个测试用力就ok了 能理解吧 我们写一个啊 其实也就是把这段代码拿过来 对吧 拿过来放到这里面 怎么写 对吧 现在我要调用这个函数 需要使用这个包名了 不需要 因为我俩是不是都一个包里面 同一个包里面就不需要写这个导入的函数了 只要写一个split 这里面是什么abc 他最后是不是得到一个结果 我们这个结果通常叫什么 就告他 或者叫什么wnt 都可以 可以吧 告他就表示拿到的结果 就写AET 可以 那我是不是有一个期望的结果 期望的结果 就写个wnt mnt等于什么呢 一个字不串流行的slice 我在这里面写上 空字不串 是吧 A 把这个复制过来吧 把下面 复制过来吧 相当于我跑这个测试用力 对吧 我知道一下这个测试用力的结果应该是这个 能理解吧 能 然后最后怎么办 怎么样这个测试用力就成功了 对 EF 是不是你这个 你这个结果和我期望的这个结果 是不是相等 这就表示ok了 那怎么判断 相等 我先不弄死你了 能这么写 我就问你能不能这么写 为什么不能这么写 你切片是不是引用类型 引用类型它能比较吗 不能 怎么办 这里面又有什么reflag的这个包里面 reflag还记得吧 反射那个包里面有个点什么 有个eco deep eco 就是深层相等 它就会判断里面的数据相不相等 IET和wnt相不相等 如果不相等 咱们写个如果不相等说明什么 不测试 测试用力 是不是失败了 这个测试用力失败了 说明什么 你这个功能还是就有问题 对吧 它的功能是有bug的 所以我们要打一个提示 就是什么t点 是吧 这里面就用到刚才说的那个 对吧 你这里面是fail 是失败了 是吧 这个吧 可以吧 失败 失败了这里就写什么 失败了 但是这样的话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什么 咱们怎么办 最好是能把什么呢 失败的那些信息 给它干什么呢 就给它放进去 对吧 我们就这边写个f fail 这里面写上 或者叫error 都可以 直接print也可以 但那个就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那个效果了 没有那个效果了 我用这个errorf 我在这边写上什么呢 want 期望得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值是吧 but gout 这个值 可以吧 就是我期望得到什么值 我想要得到一个什么值 但是得到一个什么值 是不是这样把你的 所有的数据是不是都打印出来了 到时候你都能看一下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我把want盘进去 再把ret盘进去 这个就没有铁了吧 没有铁了是吧 然后这个测试用力 最简单的一个测试用力 就写完了怎么办 怎么测试 我就直接在这个什么呢 这个split testing stream这个包里面 找到这个包 就可以什么go 咱们之前什么run gobuild 对不对 现在什么go test 你看这个pass 你看这个pass 表示什么 通过了 把测试用力是通过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看详细的信息 就是-v 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 怎么卡住了 它这里是run run什么呢 run什么这个测试用力 通过了 然后耗时是这个0.00秒 是吧 ok了 那如果说你测试失败了呢 我这个地方改个 这两个是不是就不相等了 不相等了 我跑了一下 全部就非了 都告诉你这个测试用力失败了 就失败了 这里面是不是有哪一行 13行 对吧 我期望得到是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给的是这个结果 只要对不上号 就表示你正在代码 就干什么了 有问题了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加多个别的测试 对吧 再加一个测试用力 不能写很多个 我们再写一个 funk test 2 好吧 别着急 一步一步来 还是写这些东西 对吧 我就说我再给他写一个别的测试用力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A冒号B冒号C 就是这样子 我按照冒号去分割 可不可以 这个地方不能有数字吗 test的写个别的名言可以 也可以啊 参数 参数没复充 里面不是没写参数吗 t 行 testing.t 是吧 好了 只要是test的tetor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这个测试用力 然后期望的结果 下面的结果应该是什么 a b c 是吧 这个你要定义上 这样的话就是ok的 对吧 来我们看看啊 go run go test 现在是不是相当于我有两个设数用力了 go test的这个命令呢 他会去当前的 你是不是在当前这个库里 这个包里面去找去执行的 他会找到你当前这个包里面所有 以下滑线test结尾的这些什么文件 从里面去找所有以大写的test的开头的这些函数 挨个去执行它 那么一点吧 像个杠位 这里面你看 这不相当于我跑了两个测试用力 第一个是past split的这个用力 他是不是失败了 对吧 打了一个提示 然后又开始run 又执行一个另外一个测试用力 就是test2 split的这个用力 他是不是pass了 就成功了 最后他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是fail 就失败了 对吧 为什么失败了 因为有一个测试用力是不是跑不过 如果我把上面那个改回去 改成什么e 现在是不是这两个pass都通过了 对吧 这样的话你这个单元测试 你写的代码 原文件有了 单元测试是不是也有了 以后你再要干什么呢 比如说你领导说你这个有问题 我要再加一个新的需求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加个ab 我要这个什么 按照这种方式去切割 你怎么办 你这个代码是不是就得改功能了 就更严谨一点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就把你的代码改 改完了之后怎么办 你需要再去重新写吗 就写测试用力吗 不需要了 我把原来的测试用力再跑一遍 这就可以了 你再去 但凡是你去看什么呢 看那些大型的购物语言的项目 你会发现它们都有什么的 都有单元测试 比如说我们找KTHRB 这是大公司里面 他必须要求你有 你要提要的代码必须要有那些 这有点慢 是因为没加这些东西吗 都是被那个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这网站也太 有了 有了 比如说你们最近购物语言比较知名的项目 有什么 Docker Docker Docker有点太大了 Docker里面有好多项目 Docker 看一下这个项目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点进去 这是话题吗 到底是话题 那我们看看ETCD吧 ETCD用了吧 ETCD这里面会有吗 对吧 够写的吗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 你说随便找哪个目楼吧 PK PK PK这准备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一些包什么是吧 我不用管这个 关那个Client V3吧 点一下这个 这里面你看啊 有没有 对吧 这个好多TEST开头的嘛 对吧 TEST结尾的这些 比如说Client-test.go 点进去看一下 你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干啥了 它是测试的 测试谁呀 测试Client 你看它这里面 是不是一样的 TEST 什么开头 TEST 是DEL 取消的这样一个函数 下面就是干啥 都做了这些事情 对吧 这个 它功能复杂 它的逻辑肯定就复杂一点 咱们写的那个SWIT 它比较简单 你看这种比较简单的 对吧 你看它Leaf 这个不等于NEO FETALF 跟我们一样的嘛 我们用了个rf 它叫FETALF 没有注释 怎么可能没有注释 这怎么没有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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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不写注释 关键节点写注释 也不是说让你行行写注释 你写代码也不可能行行写注释 关键点都写上 你看这些单元测试 好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休息一会 你就把这个SWIT函数写完 然后把这个单元测试写完 好吧 练习一下go test 接下来咱们再讲一下 如何做测试组 做一些其他的测试 基准测试什么的 可以吧 把这个写一下 写一下再休息 好 好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对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